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9日 傍晚的6点25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在广州的越秀区 这条路叫做德正中路 可以看到这里的树木 我的天哪,好大 看到没有 这些树木不知道是不是古树 如果是古树的话 那这些树也算是见证了 这一代的发展与变迁 这里离北新路的话挺近的 前方机走就是广州的北新路了 这条路叫做万福路 这里机走可以走到广州的租区边 北新路的话就不逛了 现在带大家机机逛去广州的租区边 前方还有瓦房啊 但是的话不要看小这栋瓦房啊 如果一拆迁不得了 因为这里是广州环境地段中的核心位置 先过一下马路 这栋起走就挺特别的 它没有装修 可能这个风格就这样的吧 看这树 路是挺大的 这边做的 balcon physically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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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这里的路上逛街的人没多少 因为这里是广州乐秀区的住宅区 而且的话住附近是没有什么学习楼的 也没有什么创意园之类的 所以现在虽然正级下班高峰期 不过可以看到这路上没有多少打工人吧 这条路叫做珠光路 前方几走就是北京路了 哇 这什么情况 也正因为这里是住宅区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店都是一些很接地气的店 看到没 这种地方应该很少游客来 主要是附近除了北京路之外 旧家也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景点了 所以很多游客来广州旅游都是极达这个北京路的 对于周边的街道啊 它是不逛的 因为我去旅游的时候也差不多这样 都是极达当地有名的景点 然后逛逛就走了 不过如果对旅游感兴趣的话 不是这样的 对旅游感兴趣或者是对这座城市感兴趣的话 就会逛逛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县 这样会了解 会深刻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些历史文化 才能更好的认识这座城市 走到这一边可以看到就没有什么店了 前方是德政大厦 现在离这个逐游边很近了 大概也就100米 前方就是逐游边 不过说实话 走在这里看到这里的街景啊 有点像某些县城的接近 因为都是一些老族的小区楼 发现这条路挺多老树的 哇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前方这个骑士牌 北京路文化旅游区 前方左拐就是了 说错 前方右拐就是了 走到这里 这边的三叶就变得十分的繁华一些了 刚才是住宅区 所以那个三叶的话没那么繁华 前方就是住这边了 不过过不去 围起来了不知道干嘛 这条路叫做八旗二马路 要不带大家过去看一下怎么回事 看到前方没有 围起来了 前方这条叫做沿尖中路 这个位置看不到逐渐 同时可以看到这里种着广州的四花木棉花 我还以为这里可以看到住间的 手机套看不到 不过急走的话 就可以走到广州第一码头 天字码头 也是很多游客来到广州旅游 夜游逐渐的一个码头 好了 游泳食尝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 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